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2月20日礼拜日的第三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在下午的疫情记者会上 卫生防护中心的张竹军医生就透露 过去五日每日的情报数字都是情上升的趋势 去到昨天已经是突破了一万宗 他就说有必要继续社交距离措施 至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说 由于医院的病床短缺 需要留给高风险的病人 因此在家里留待入院的患者 如果在确诊之后的第十四日 快速测事情阴性 就可以视为康复离开家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张竹军医生今天说什么 他就说今天是有6067宗的确诊个案 12宗是输入的个案 其余就是本地的个案 有2700多宗是由医管局直接界定为确诊的 3300多宗就是由卫生防护中心 公共卫生化验所是确定的 而在过去的五日 每日的情报数字都是情上升的趋势 从15号到17号 每日就是有4000多宗 去到18号就是大约7000宗 去到19号就是昨天 就已经是超过了1万宗了 那到底何谓情报数字呢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洛堅所说 就说这个情报数字 就是包括了当日收到的初步阳性个案 以及就是小部分当日收到的确诊个案 徐洛堅就强调 并非是故意不公开初步阳性个案的数字 而是目前个案更多 而且化验是有所制衡 因此这个初步阳性的个案数字 无法反映疫情准确的趋势 相比起这个数字 现时的做法 即是公布所谓的情报数字 是更能够反映准确的疫情趋势 我认为其实他喜欢公布这个所谓情报数字 都无所谓的 因为那个情报数字本身都是包含了 所谓的初步阳性个案的了 那昨天那个情报数字就说超过一万宗 那明天可能那个确诊数字又会再创新高都不期的了 徐洛堅还说到 根据现时的个案数目和隔离设施的数量 估计部分病征轻微或者是无病征的患者 已经留在家里等候一段长时间 甚至可能已经是等够14天 之后都康复了 他就说已经在网上边发放资讯 讲解患者在家中检疫的感染控制措施 并且是希望尽快向患者派发这个快速测试包 他还说到 由于当局是需要预留病床给高风险的患者 如果一些的确诊人士 在14天之后 他的快速测试是呈阴性的话 就等同于是康复了 原定要等待入院或者是去隔离设施的安排 也都会被取消即时可以离开家 换言之 患者在家中等够14天之后 他就不需要再做什么核酸检测 只需要做快速检测 呈阴性的话 就会视为康复 可以在社区里面自由地走动 其实我相当同意以上的安排 根本上一早就应该这样做 不要把人扔进医院 不是说确诊就一定要进院 你还要看看 究竟那个人 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了 现在连那些所谓隔离检疫设施都不够的时候 你就有他在家里隔离 如果家里是有高危的同住家人 又或者根本上那个环境 就不适合用作家居隔离 比如说住劏房 那些患者才去隔离检疫设施 一般的市民 何必还要接受这些折腾呢 至于说在14天之后 那些患者做快检测阴性 就可以视为康复了 这件事根本上就是一早要这样做 现在其实就等同于是承认了快速测试的结果 但是他就认不认 怎样认不认呢 就是一个人中了一招之后 在家里隔离了14天 做快检阴性 他就承认是康复 问题就是 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中了一招没有 有没有中招的 那他就去做快检 做完之后就不承认那个结果 这些是不是狠狠 我一直都叫特区政府做一件事就是 你要叫市民走去做抢检 没问题的 不要叫市民这么阴慌 下雨丝湿 寒风小雨走去下街做检测 今天东方月报又买了 有个阿婆在那检测站那里 下雨都会滑脚的 麻烦你那班官员有些同理心 是吧 没有的 一尾就叫人走去街上做抢检 就是要核酸 既然你康复也不用核酸 为什么你断定一个人是有没有确诊的时候 你又需要做核酸呢 为什么治检是不行呢 那你康复也可以 是不是没有了政策连贯性在那里 其实应该所有快检的结果都承认的 很多的西方文明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哪有人说去特地排队做检测的 大陆呢 是不是呢 所谓的全民检测 根本上外国天天都在做 天天都在全民检测的了 那些人有需要就去做这个快速检测 检测完之后就有情报的结果 那就全民检测了 是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呢 但是呢 特区政府自己就愿意花钱 买一亿剂次这个快速检测包 买完之后又不承认 我不知道是买来做什么 是浪费公帑 浪费市民的时间 走去排队 喂 麻烦你承认那个快检结果 不要只是在他隔了14天之后才承认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招的时候 你就应该拿那个结果来做参考 不要再叫市民动不动 又或者去排几个钟头做检测 是浪费的了 麻烦特区政府 真是苦口婆心再劝特区政府 接纳这些建议 现在走出了第一步了 好事来的 但是不差再走多一步了 如果不是你林郑月娥和陈兆史 如何向市民解释 花这么多钱买完那些快检包回来 如果你都不承认 那你豈不是买垃圾 好了 接着我们又看看医管局前行政总裁 梁柏妍作出了呼吁 他说 隔离检疫设施明显不足 感染者留家隔离是一个选择 当局就不应该再含含糊糊 他呼吁 当局要正式公布和加以宣传 并且是给予详细的指引 我认为他这个呼吁是说得好的 其实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都有说过相同的建议 在这里不再续一重复 我认为特区政府不单只要发放一些指引 给居家隔离的人士 而且要做好配套的措施 要支援那些居家隔离的患者 比如说 有些根本上就是独居人士 独居长者 当然更加需要当局的支援 比如说 每一天早午晚是否要派饭 如果有些长期病患者 是否要派药 又比如说 有部分的家庭 原来全家都中了招 你要去居家隔离的时候 当然了 你又要派发食物给他 或者是帮他买饭 这些事情是否要做 又要提供指引 有没有一些情况下 居家隔离的人士 是可以获得豁免出街 一定要有这些情况 比如说 如果那个人要去求诊 那你就要让他去求诊 又或者 根本上 政府都安排不了那么多人 去帮他买饭送饭 他也要到街上买 那当然 在什么情况下 那些居家隔离的人士 是可以获得豁免 离开家 前往那个目的地 我认为值得商榷 至于那些 在那里哭惊 大哭拾那些人 其实就不需要这么担心 不需要又指责别人说 哇 居家隔离 中了一招 还到处走 豈不是到处播毒 不需要再说这些废话 在那里 唉 懒紧张 为什么呢 现在 医馆局有七间指定的门诊 我口中就说那些叫做发业门诊 喂 那些人去发业门诊的时候 他不是一样要到街上 是不是 难道怎么样 不乘搭电梯啊 跳下去啊 喂 麻烦你想想 乘搭电梯那一刻 已经是出了街了 香港呢 明明科技是很先进的 不知为什么呢 搞也做不到视像回诊 或者是通话回诊 那一定要病患呢 亲自去到诊所那里见医生 那才叫做离成的 趋仗 真的 不要紧了 既然要这样做的时候 那就是说 根本上社区里面的传播链 怎会斩断才行 那些患者 即是那些轻症的 他可以去发业门诊那里看病 难道你困住他不给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有些人太过恐惧了 我觉得是 无事无干的 又说怕中招 中招那些 又说怕着 情况会恶化 唉 那么多这些 无谓的担心 是干什么呢 根本上也都怕不来 因为当社区的 那些传播链多到这样的时候 张竹军医生都说 哇 那个情报数字是过万钟了 即是说 已经是避无可避的了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做好准备 不要一旦呢 有些什么事的时候 就拿手不成势 这件事最重要 还有要调整个心态 不是要用来恐惧 不是要用来害怕的 在较早之前 有不少的媒体就放风 说英国首相约翰逊 有可能 就会在明天宣布一个措施 就是说 即使是确诊的患者 都不需要进行隔离了 预料呢 英国就会成为欧洲第一个 容许中招而无需隔离的国家 即是说 距离恢复完全的正常生活 又走前了一大步 但是香港呢 过去两年 特区政府又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明明呢 全世界都爆了七彩 那帮废官容官呢 都不懂得来到去用时间换取空间 就趁着那段时间来到去不断去 他们口中所说的隔离检疫设施 因为他们认为是有效嘛 他们认为是要动态清零嘛 啊 不做啊 那现在呢 又说爆煲啊 那就是浪费了 那就是浪费了 啊 这些他就也是有担当的了 就说提醒呢 为一旦怀疑中招呢 都不要出街了 并且呢 是要减低 与同住者的风险 啊 那又是呢 叫那些市民 喂 不要恐慌啊 不要紧张啊 这些专家就有担当了 动不动走出来抛浪头啊 吓市民那些呢 就是混蛋了 所以现在 特区政府 当务之急要做的 第一 就是呢 要发布一份完整的指引 给那些居家隔离的人士 不但指呢 叫他在家里面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而且还告诉他 在什么特殊情况下 他是可以离开家 你不能够困住他的 不能够说他有病了 他不让他看医生的 啊 第二 就是对那些有需要的 家居隔离人士提供支援 啊 无论是送饭又好 送药又好 或者有其他特殊需要都好 不能够呢 知道那些患者在家里 于不顾的 你就根本上呢 就叫人家居家隔离了 人家有需要求助的时候呢 你是要应援的 不能够呢 啊 就是致虐网民 当人家傻的一样 在家里吐臭 虽然呢 就正如袁国勇教授所说 绝大部分的人呢 其实都是轻症和无症状的 喂 问题就是那些人都要吃饭的 是不是啊 不是个个都好像你特区政府 那些废官容官那样 不吃人间烟火的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